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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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被告双方有补充 审判长 我能补充两点吗 请讲 审判长 各位 我在人民医院的肿瘤科工作了几年 见到了各式各样的病患和病例 对于大多数癌症患者和家庭而言 他们的期望都是治愈 但就今天的医疗手段 治愈是极个别的性欲 剩下的 医院和医生能做的 都只是帮助患者减缓症状 实现大癌生存的长期目标 在抗癌战役的最后阶段 马飞 就是我们医生的最有力武器 今天 我在这里 不仅仅是想和原告解开纠纷 更是希望能以我的精力 为医生争取更多的权利 在今后的治疗中 能够安全 合法 没有后顾之忧地使用马飞 去帮助患者 缓解痛苦 捍卫他们的生命尊严 我们每个人 都是哭着来到这个世界上的 当任最后 能笑着离开 我们每个人 我说完了 这人你没白救我 我也觉得 本庭认为 原告父亲曹国华的死 随癌症晚期患者的正常生命进程 与马飞的使用并无因果关系 医生是众人的报心者 只要医生遵守职业道德 以患者利益为先 社会就应该给予理解和支持 不应该让他们冻毙于风雪之中 以致人人自危 综上所述 本庭驳回原告曹轩的诉讼请求 被告人民医院 以及主管医生罗大淼 无需为曹国华的死承担责任 你还好吗 你来听听什么 想来了解一下 顾西治疗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是有几家人 为自己 再来总要用上吗 你的发言很棒 其实发言不难 难的是只好 什么 走出法院 才是真正的生活 是 你 无法 你别总是嘴上说 你到底能不能搞到钱 你着什么急啊 放心 我为了你 连我们家老头的遗体都不要了 这回我跟他们医院耗到底 你不相信就不让他们吐出钱来 电话 先接电话 爷怎么大晚上打电话 喂 谁啊 说话 儿子 你不要我了吧 爸爸一个人留在冷冻间里 好难过呀 怎么了 怎么了 谁啊 喂 听着儿子 我知道你的打算 赶紧把我安葬好 再去东南方找个送外卖的工作 每天给我上煮箱 很快你就可以转运了 爸爸 你能得到比赔赚金更多的钱 爸爸会在天上保佑你的 您好 您所拨打的号码是通号 请和最后再拨 是吧 让我再听一次 我要再听一次 儿子 你别听了 保护我方工具人杨琳 不是 他身影怎么能变成这样啊 我说修音软机修的呀 还可以变成包租婆呢 你可以呀 太无猜了 那你为啥让他上南方找工作了去啊 怎么不去北方西方东方 我查了 他家住在市里的东南边 究竟找工作比较能说服自己 他有不信的呢 我赌的不是他信不信 是看他心中 有没有那么一点点的愧疚 我赌的不是他信不信 我赌的不是他接下来 就是看一看 我赌的不是我赌兰 只能看到一个多少钱 我赌的不是他 我赌的不是我赌的 我赌的不是他 我赌的不是那些呢 是要赌的不是我抧神 直播 罗大苗 谁啊 就是让他想个多管闲事那男的 什么情况啊 礼物慢一点 这边 走 礼物 这边 不好意思 你没事吧 好巧 手机修好了吗 那修好了记得告诉我 我给你转招 好 要不然一起修吧 省得转来转去了 现在 你有时间吗 好啊 好啊 其实 比什么都不做 多做一点点 一点点 这个世界也会不同吧 不管是 想得不能 你就 plain了 稳最后